不止一个粉丝提问,人物能用拳击,为什么不加入脚踢? 按照现实来说,肯定是可以用脚踢,因为人类打架都是手脚并用的。 那么为什么吃鸡不加入呢? 三个原因导致吃鸡不可能加入。 一,脚踢和拳击功能重复。 不管是拳击还是脚踢,它们的本质都是用身体进战攻击。 那么既然是这样,已经有拳击功能了,加入脚踢的意义在哪里呢? 只是单纯多一个种类嘛,功能重复的东西吸引不了玩家的。 二,脚踢有个巨大缺陷,脚踢相比拳击有个巨大劣势,那就是很难击中敌人头部。 而敌人身上穿着防弹衣,击中身上伤害也不会高,但拳头可以打头,还可以跳起来重拳打头。 到时候脚踢伤害还没拳头高,玩家也不会用的。 三,加脚踢又要加按键,这应该是最关键的原因。 现在手机屏幕上被很多按键占据了位置,左右探头,左右开火键,蹲爬按键,背包键,小眼睛键,开镜键等等。 如果加入脚踢功能,肯定要加入新按键,这个位置加哪呢? 到时候满屏幕的按键,玩家体验会极畅。 所以综合以上三点,吃鸡以后也是不可能加入脚踢功能了。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。